山姆基上第十七章 第十八節 大衛的長兄以利亞聽見大衛與他們所說的話 就向他發怒 說你下來作什麼呢 在曠野的那幾隻羊 你交託了誰呢 我知道你驕傲和你心裏的惡意 你下來得為要看爭賤 在今天我們嘗試以這個經文成為我們一個尷尬 其實當我們看這段經文的時候 我們要學一件很重要的在我們信仰人生當中 每每當我們遇見神的受高者的時候 我們要有一個心態 而最可憐的就是在我認識神這三十年當中 我發覺這種正確的心態 是每每每被人看為極端或者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但當我留意到這種心態 當不為一般人去接納的時候 這些所謂一般人通常都會跌倒或者錯失了神的受高者 就是一個什麼心態呢 就是其實在我們信仰歷程當中 當我們看到類似以利亞這些人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鎖匙 為什麼呢 因為以利亞不是普通人 為什麼不是普通人呢 因為他是個敗類 可以說他是個禽獸 當然就是如我所說 或者你聽到這一點的時候 你覺得太極端 這種心態我不會取取的 我會中立一點 我會比較優柔一點 我會比較隨和一點 我會比較隨和一點 兄姐妹 我想讓你知道 打從我一信主 我本身是個極之隨和的人 如果在我身邊的基督徒來說 有時有機會就是我十個當中最隨和的人 但是為什麼我會這樣看這些事情呢 原因的理由是很簡單 原因就是以利亞不是一個普通人 他怎麼不是一個普通人呢 其實你會看到他現在所做的 是敵黨神的受高者 如果我們不懂得採納一個對的態度 這些人就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導致我們去憎恨、歧視 甚至去迫害神的受高者 如果你不懂得採納一個對的態度的話 我們就會被這些人引動我們 去落在神的審判 和落在撒旦的網羅當中 以利亞的說話 我們甚至連嘴著祂、思想祂、相信祂 都不被認可的 神一定會審判的 而這就是為什麼我想在這一兩天 和大家細心嘴著 當我們遇到以利亞這種人 我們應該怎麼看呢 薩摩爾記上第17章第18節 大衛的長兄以利亞 聽見大衛與他們所說的話 就向他發怒說 你下來做什麼呢? 在抗野那幾隻羊你交託了誰呢? 我知道你的驕傲和你心裡的惡意 你下來特意為汗爭戰 我心願活到最終也是奉神 要盡力盡我氣息每刻認真 潔力尋求著終者 常最著熟聽的證人 努力前行深歡忍獻惡運 願這生充滿讚美 直見直見立旺人 讓我心滿在真理教訓 我師父明不悔心 心已憑上帝法則 我活著一生遂說上帝人 我活著一生送上帝人 我活著一生送上帝人 要盡力盡我活著一生送上帝人 要盡力盡我氣息每刻認真 潔力尋求著終者 常最著熟聽的證人 努力前行深歡忍獻惡運 聖節的夢想 會為心存下帝人 努力前行神 努力前行 聖節的夢想 聖節集禮 聖節的夢想 聖節結帳